欢迎回来 这里是美国商业减史期的第八期下集 虽然也有人发起挑战 但总的来说 在20世纪60年代的投行界 大摩还是当着无愧的第一 除了美国前十大公司中的七位 连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和奥地利等国政府 也都在大摩的客户名单之列 大摩连续发行的债券数量 超过了其他任何投行 且总是深层次的 参与到客户的长期发展之中 没有对手会图谋抢走摩根士丹利的客户 金锁链依然在闪闪发光 而此时的GP摩根银行 却因业务不见起色 为生存需要而向公众银行转变 并在1959年收购了爆发户 纽约担保信托公司 收购完成后 GP摩根银行终于翻新了 已有百年历史的华尔街23号 新的总部富利堂皇 却失去了从前的蓝血神秘感 即使原来的本家都已经开始变革 摩根士丹利却依旧维护着 旧日的正统贵族银行样板 然而世事如流水 就像大萧条后被拆分独立那样 大摩也将在新的时代 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60年代后 随着民粹主义销声匿迹 华尔街的宗教隔阂也逐渐被打破 不仅许多犹太人开始雇佣新教合伙人 连大摩也终于在1963年打破了传统 雇佣了第一位犹太职员 刘易斯·伯纳德 这一决定受到众多老合伙人的强烈反对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甚至有一位合伙人 跑到一家客户公司试探道 如果摩根·士丹利派一位犹太职员来贵公司 是否会引起不满 没料到对方异常生气地说 我认为你应当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我告诉你 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就是犹太人 这名合伙人 只有灰溜溜地跑了回来 接受了大摩将有第一位犹太职员的事实 10年后 年仅31岁的伯纳德 成为了摩根·士丹利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 又32年后 这位曾打破两项传统的犹太合伙人 竟成为了高举捍卫传统旗帜的 八人团一分子 实在颇具戏剧性 但长期对垒的两方握手言和 却并不意味着 金融战场上的火药味有任何减轻 相反 华尔街 或者说整个金融领域的竞争 都变得更加激烈了 大量的保险公司 经纪人公司 政府贷款计划 和事业银行等多国组织 令金融领域愈发拥挤 随着融资渠道越来越广 客户因资金需求 而对银行产生的依附性 也越来越弱 拥有强大交易能力 且懂得制造新的金融工具的 证券交易公司 才是最适应新时代的公司形态 以所罗门兄弟为首的交易巨头 和以美龄为首的大型零售经纪公司 异军突起 毫不留情地吞并了无数尊贵 但腐朽的老牌银行 华尔街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 在70年代消失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 大摩众多元老级合伙人 依然陈旧在往日余会中 希望将当前封闭的 只负责承销的小型私人俱乐部 永远维持下去 他们怀着莫名的自信 认为潜在的客户 应该主动找上门来 且现有的客户 做梦也不会离开 但以罗伯特·鲍德温为首的青壮派 却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鲍德温是高级合伙人 佩里霍尔的学生 并因这层关系得以进入大摩 但他一直都是大摩的异类 鲁莽、冷漠 与其他优雅善谈的大摩合伙人相比 显得格格不入 但或许正是不绅士的一面 令他得以在夺取权利时 放开手脚 以罗伯特·鲍德温为首 包括鲍博·格林希尔在内的六名青壮派 看到了老合伙人的迂腐 开始在公司内部极力推行改革 他们希望大摩开设交易业务 不再仅仅负责承销 这一举措 无疑将打破大摩 当时仅用250名员工的 小巧高雅的格局 同时 大摩又会因此掉下神坛 此后将和其他普通银行一样 在喧哗的证券交易所内奔波 无法在高居云端的 服侍证券市场的种种情况 这让一些老合伙人极为不满 说他们不过是白血党 既靠着血缘和社会关系 取得成功的人 这更激发了年轻合伙人的反叛 这场内斗遵循了摩根的绅士准则 是关起门来悄悄进行的 期间各方势力是如何过招拆招的 外人不得而知 直到1971年 鲍德温宣布 大摩将开设证券销售与交易部门 人们才惊觉 一场变革风暴即将到来 以此为起点 鲍德温先是为了获得更多资本 力主废除了长达150年的合伙制 转变为股份制 然后一些没有出身也没有学历 但有能力的交易员 被吸收为这家高贵公司的合伙人 比如说古巴移民路易斯·门德斯 他曾是一位打包工人 但他在证券交易上显示出了过人才能 甚至为了吸引这些交易员 大摩开始推行注重实际的报酬制度 打破了原来合伙人间工资平等的关系 带来了新的竞争和紧张的气氛 接着鲍德温设立了宣传部门 打出了大摩的第一个广告 图片上是一道闪电刺破乌云 下方写着 如果上帝要融资 他也会找摩根士丹利 锋芒近险 有文章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些变化 摩根士丹利优雅安逸的世界 被兼并者掠夺性的世界 和交易商无所顾忌 冒犯冲撞的世界所取代 形式终于屈服于功能 鲍德温为大摩带来的 最出乎意料的改变 也是对整个金融界影响最深远的改变 则是开启了恶意并购的大门 70年代以前 并购一直不属于盈利业务 投行在向客户 给出相关建议和方案时 往往只会收取象征性的小额费用 作为对老客户的优待 增加客户粘性 并且大摩在提供建议时 还会考虑相关公司 与大客户们的关系 避免激怒大客户 而失去承销生意 但正如之前所说 承销业务将和日下 并购风潮四起 当时的美国百强企业 有18家企业 都是通过并购诞生的 于是 在鲍德温以结果为导向的风格领导下 兼并与收购部应运而生 成为了华尔街第一家 单独设立该部门的银行 1974年 加拿大涅矿企业英科公司 找到大摩 希望对方帮助收购 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电子蓄电池公司 但后者并不希望被收购 依照大摩 从前挖人 都要征求对方同意的 绅士银行家准则 这一业务理应被放弃 大摩近40名合伙人 为此召集了全体会议 产生了激烈争论 但在鲍德温和并购部主管 格林希尔的极力主张下 大摩还是接下这次 充满敌意的收购任务 他们巧妙地进行了责任转换 称帮助英科进行并购 只是在遵循摩根财团 为忠实客户服务的老传统 把亵渎传统的事情 说成是尊重传统 决定接手后 大摩迅速发起了闪电进攻 在与蓄电池公司高层的第一次会面上 就提出要以28美元美股的价格 进行收购 且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会进行 尽管这一价格 远远高于蓄电池公司 19美元美股的市场价 但该公司依然不愿意被收购 为了抵抗大摩 蓄电池公司向高盛伸出了球员的手 高盛得知收购方 竟然是摩根士丹利 这个清高的老对手时 大吃了一惊 同时迅速做出反应 为蓄电池公司寻找到了一位白衣骑士 联合飞机公司 在联合飞机公司加入投标后 蓄电池公司的股价不断上涨 但英科最终还是背靠大摩的融资 以41美元美股 超100%的溢价 成功完成了收购 且英科自己的身价也翻了个翻 虽然获得了成功 但大摩自己也对这场收购的不正当性心知肚明 合伙人对外坚称 并购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并非由自己开创 且此次收购虽然不符合管理层利益 但符合股东利益 不管大摩如何闻过是非 此案确实打开了恶意收购的潘多拉摩盒 更重要的是 借由此案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再次打上了擂台 在此后的并购案中 大摩往往代表着进攻的大型收购方 高盛则为防御的备收购方保驾护航 华尔街的竞争对手们因此明白了一件事 都是为了钱 以贵族标榜自己的摩根 也没什么了不起 既然你们掀开了头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曾经无人敢碰的金锁链开始生锈了 1979年 大摩的老客户之一IBM 希望发行10亿美元债券 这在当时 打破了公司债券的融资金额记录 鉴于数额巨大 IBM希望大摩和所罗门兄弟 一起担任联合主承销商 但在承销领域 依然骄傲的大摩一口辉绝 以为IBM会和从前的所有客户一样 再次屈服于自己 没料到 IBM竟然二话不说 放弃了大摩 任命所罗门兄弟 为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这是促使大摩彻底变革的最后一击 优雅高贵的合伙人们 终于接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大摩必须放下身段 重新找到和客户之间的平衡 此后更多投资银行 开始大肆抢夺大摩的客户 为了挽留客户 大摩终于放弃了 长久以来的单一承销传统 甚至还曾主动要求和高盛 一起为联合铁路公司的IPO承销 锐益进取下 摩根士丹利在1985年 通过兼并业务 获得了8200万美元的利润 成为了华尔街兼并业务第一的投行 过去体面的赚钱传统 已经离大摩远去了 但即使如此 摩根二字代表的高贵血统 依然是华尔街的固有印象之一 这就是一个有信誉的名号的价值 因此90年代 贵族摩根士丹利 与爆发户天会发现的合并 或者说被收购 仍然激起了市场的渲染大波 1993年 以发现信用卡起家的零售经纪公司 天会发现 委托大摩担任其IPO主承销商 此时的大摩掌门人 是被称为刀锋麦克的麦进行 说到麦进行 这个完全中式的名字 还是摩根士丹利 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特地请专人起的 并非简单因译 颇具文化涵养 从此事可以看出 尽管经过了重重变革 但大摩仍然保留了一些老派贵族作风 并且对进入中国市场十分看重 其一个中文名 也成为了日后数代大摩领导人的传统 言归正传 在麦进行的领导下 大摩仍然在沿着上一代领导人的变革路线前进 处于持续扩张中 华尔街日报曾称这一时期的大摩为扩张狂 而与其他公司合并 无疑是扩张的一条最佳途径 在帮助天会上市的同时 麦进行认为 拥有庞大零售业务 并且通过新闻卡业务 积攒起了巨额资本的天会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合并对象 能够帮助大摩向零售经济业务领域扩展 曾经只与高官复骨做生意 将普通民众拒之门外的大摩 终于向民间资本伸手了 当大摩主动提出这个想法时 天会非常惊喜 当时天会的总裁裴希亮 曾在麦肯锡咨询公司负责过并购案 因此十分懂并购案套路 他有意淡化了天会 可能与大摩产生竞争的业务 促使大摩和天会 看起来优势互补 甚至提出由资金充足的天会一方 进行收购 这对正想扩大资本的大摩来说 自然是件好事 裴希亮还与麦进行结成了四人友谊 使后者更加努力促成这笔交易 1996年12月 合并计划正式开始推进 代号为突击者计划 针对这场合并 裴希亮的老东家麦肯锡公司出了一份报告 认为这两家公司还是不合并的好 合并后 将只有12%的业务总收入增长速度 能超过同业公司 而40%无法实现预期的成本节约 但麦进行和裴希亮没有理会 他们有信心打破这个预测 1997年2月 天会和大摩终于达成了协议 天会将以10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大摩 在协商过程中 天会认为大摩爆出的价格过高 并借此提出条件 要求天会方担任CEO 且董事会内大摩和天会 只能各有两名成员 裴希亮还提出了一个董事会新政策 绝大多数原则 既只有75%以上的董事同意 才能撤换CEO 正是这条原则 埋下了裴希亮夺权的伏笔 但麦进行此时没有想那么多 他为了让并购尽快顺利完成 做出了让步 同意放弃CEO头衔 但与此同时 他也与裴希亮立了一个握手协议 近35年后 裴希亮要将CEO职位让给麦进行 这一协议正如其名 只有一个象征性的握手 没有落实在条文上 以言为约 以握手为印 对于摩根人麦进行 这就意味着一个契约的定例 但裴希亮显然并不这么想 事后裴希亮说 他原则上 同意把CEO职位让给麦进行 但没有说定时间和细节 但麦进行方 一位知情人则说 裴希亮明确告知了麦进行 大家都是合伙人 地位平等 自己无意一直站着CEO头衔 把这个握手协议的真相抛在脑后 并购完成后的双方 此时都沉浸在对新的金融帝国的幻想和喜悦中 2月5日 大摩和天会正式对外宣布合并完成 新公司将命名为摩根士丹利天会发现 尽管实际上是天会出钱买下的大摩 但摩根祖先积累下的百年声望 在价值天平的衡量上 赢过了金钱 使摩根士丹利的名字排在了天会发现前面 即使如此 原来的大摩人也依然抱怨连连 不愿意在名门望族摩根士丹利的名片上 印上这么一个爆发户的名字 于是 后来四年中 公司名字先是去掉了发现 又去掉了天会 直到2001年 重新只剩摩根士丹利 也正在这一年 大摩净收入达到120亿美元 市值210亿美元 成为了华尔街最大的证券公司 超过了原来的第一 美林 然而 和名字中只剩摩根士丹利不同 新公司的董事会 已经成为了天会的天下 裴希亮用三种铁腕手段 粗暴地达成了大权独揽的目标 首先 他改变了决策机制 曾经需要数十个合伙人讨论 才能做出了决定 如今 只需裴希亮和他的几名手下独自进行 然后 便开始强硬地在公司推行 之后 他制定了一种围困政策 限制了董事会成员 和大摩高管间的交流 要求一切与董事会的联系 都必须先经过自己的允许 压制住了不同意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开始进行董事会洗牌 选出了一批听话的 温顺的董事会成员 一次董事会上 裴希亮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天会的人 你让他们往右转 他们就会照做 但摩根士丹烈人 竟然还会问你为什么 他以为会引起哄堂大笑 但摩根士丹烈人 却诧异地望着他 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会说出这样的话 1998年6月 麦进行认为 握手制约的期限已到 但裴希亮却完全没有让权的意思 无法说动董事会的麦 只能再度退让了一步 提出了联席CEO模式 裴希亮却只以脱自觉敷衍对方 三个月后 大摩旗下的对冲基金 在俄罗斯债务委约中 损失了3至4亿美元 大摩为自己辩解称 如果一名银行家 没有损失过1亿美元的精力 那证明你冒的风险不够 因为如果目标是 赚取5亿美元或10亿美元 那么承担1亿美元的风险 是在所难免的 但裴希亮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 自然不愿放手 他说自己 从事了20年的金融业务 从没有造成过4亿美元的损失 并强硬地把财产管理部 从麦进行手下 转移到了自己手下 2000年 电信债券暴跌 再次给大摩带来了10亿美元损失 也给裴希亮更加合理的借口 继续推行保守路线 并开始清理一己 2001年1月23日 束手束脚的麦进行黯然辞职 3月8日 首次访华的裴希亮 在一次采访中 对此事做出了澄清 称约翰·麦克的离开 纯粹是个人原因 自从1997年 摩根士丹利与天惠合并以来 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 有过不同意见 他的语气显得不容置疑 顿时让人联想到业界对他的评价 独断果异 利而不温 但很明显 麦进行的离职 绝不像裴希亮的外交辞令中 说得那样十分愉快 不然 他不可能连净对协议都没有签订 仅仅半年后 就入职了瑞士第一波士顿银行 担任CEO 当时 第一波士顿银行 正现IPO丑闻和财务困境 麦进行的到来被赋予众望 希望这位摩根出身的领导人 能够带领银行走出困境 麦进行确实不负所托 在入职后第一年 就通过和监管机构达成和解 雇佣证监会执法部门负责人 为外聘监督人员等手段 挽救了该银行的声誉 此后 他又大力削减成本 重新确定报酬机制 阻止了营业额的下滑趋势 麦进行凭借出色的表现 被任命为第一波士顿母公司 瑞士信贷集团的联合首席执行官 然而好景不长 不到三年 麦进行竟然又在瑞士信贷 陷入了另一场内斗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内斗原因是麦进行 一直想象在大摩时那样 通过合并方式来把第一波士顿做大 但瑞士总部却坚决反对 此外 一些语言不详的办公室政治 也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分歧 这场内斗最终以麦进行 再次无奈辞职而告终 这一边 连续两次在内斗中失败的麦进行 正黯然神伤 作为赢家的裴希亮 则忙着巩固自己的胜果 由华尔街业内人士 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裴希亮 他来自麦肯锡 深岸政治策略 即使已经排挤走了最大的对手 他也没有停止过他的动作 随着大摩方董事逐一退休 2005年 裴希亮控制了11个董事席位的5位 大摩方董事只剩1人 剩下的为独立董事 根据绝大多数原则 裴希亮的CEO位置 问得不动如山 不过21世纪初 这些洗牌活动 始终隐藏在大摩厚重的大门之后 外部人士不得而知 因为大摩与天会联姻之初 恰好赶上了市场的繁荣期 华尔街欣欣向荣的赞歌 掩盖了大摩内部的噪音 有分析师说 市场托起了公司 但两部分并没有真正融合 当市场转弹时 一切就显露出来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 摩根士丹利业务和股价双双下滑 2005年时 与2000年9月的101.28美元 每股的峰值相比 大摩股价已经蒸发了一半 远远落后于老对手高盛 没有了繁荣业绩脱底 两方矛盾终于无法再调和 2005年2月15日 包括71岁的前董事会主席 帕克尔吉尔伯特 前总裁鲍伯斯科特 和刘伊斯·伯纳德等 8名前大摩高管聚集起来 决心将裴希亮赶出大摩 3月3日 8人团联名致信大摩董事会 列举了大摩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 没能在证券市场取得高回报 盈利增长列于竞争对手 以及在零售和投资管理业务表现糟糕 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压倒性原因 是裴希亮作为CEO的失败 他们以领导无方为由 要求董事会撤换裴希亮 并希望让斯科特重新执掌摩根士丹利 这封联名批评信 将摩根内部的长期不和置于阳光之下 3月底 8人团开始了更加凌厉的攻势 他们开始向机构投资者游说 希望他们向董事会施加压力 而斯科特和吉尔伯特 甚至在3月30日 出现在CNBC的电视节目上 呼吁公众支持他们驱逐裴希亮 光复大摩的举动 他们还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 谴责裴希亮 逼迫不愿效忠自己的高管辞职 是无法容忍的行为 裴希亮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和他的副手们 火速前往波士顿 拜访了几位理财经理 来巩固自己业绩 并为接下来的管理层大换血辩护 面对8人团的舆论攻势 一向不注重公关的裴希亮 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来了一出以退为进 让董事会制定了所谓的继承人计划 宣布以两名联席主席 取代国际主席柳浩斯 但这两位 一位是裴希亮的忠实跟班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克劳福德 另一名则是董事总经理兼债券 期货商品及外汇业务全球主管克鲁兹 这反而让另外两名偏向大摩的接班候选人 即机构证券及投资银行部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维克拉·潘伟迪 和董事总经理兼全球机构股票部主管 约翰·海文斯 很实相地离开了摩根士丹里 裴希亮也获得了公司管理委员会 和几名高管共同署名的支持信 这封信旨在向公众表示 裴希亮拥有公司内部的支持 是向巴人团的一次有利回击 裴希亮自己也向全体员工发表了公开信 他严厉抨击了巴人团的逼宫行为 我相信他们正冒险 采取一种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动 这不符合大摩的惯例 不论裴希亮功过究竟如何 这句话却是一个事实 50年前当罗伯特洋以舆论攻击的方式 抢夺纽约中央铁路控制权时 当时的大摩合伙人们也是这么斥责他的 谁能想到50年后 他们的后辈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甚至是针对自己的公司 除了舆论反驳 裴希亮还开始进行业务上的调整 似乎想立正自己有能力经营好大摩 他宣布将剥离信用卡业务 出售子公司发现信用卡 并称该项出售 将至少给公司带来80亿至90亿美元的净收入 裴希亮表示 此次剥离代表摩根士丹利对核心业务的回归 公司将关注更具增长潜力的证券业务 这一系列行动确实令他在股东中得到了部分支持 然而 突如其来的佩雷尔事件摧毁了裴希亮的努力 佩雷尔事件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交易 给摩根士丹利造成了14亿美元损失 一个季度的利润因此负主东流 美国公司管理委员会将大摩的董事会评级降到了地 一时间股东诉讼案四起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境地 监管部门也开始关注 甚至随时可能会介入其中 对董事会发起独职调查 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一向对裴希亮听话又顺从的董事会 终于决定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5月底 董事会通知裴希亮 此时除了他离职走人 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但裴希亮依然固执地不肯离开 为了早日解决此事 董事会决定对外宣称 裴希亮是退休 而不是被解聘 并且为他开出了破天荒的1.13亿美元的 白金降落伞退休待遇 或许这本来就是他顽抗到底的最终目的 退休金到手后 裴希亮终于同意离开 但他还是决定在离开前 恶心8人团一把 将不聘任8人团任意艺人为新的CEO 列为了自己的离职条件之一 其实不必他提 董事会也视8人团为麻烦因子 正如8人团中的刘易斯·伯纳德所说 媒体的威力如此巨大 是他们事前也没有想到的 这些有线频道正愁没有谈资 于是抓到什么 他们就大肆宣扬 他们对我们这场不同寻常的斗争 感到非常好奇 他们煽风点火 惹恼了裴希亮和董事会 因此 即使董事会迫于形势赶走了裴希亮 也没有让另一方进一步称心如意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 董事会开始接到大量来自客户 和投资者的电话和信件 督促他们将麦进行请回来 于是顺水推舟 6月30日 裴希亮辞职后17天 麦进行再次成为了大摩的CEO 在麦进行的就任仪式上 对他的回归 鞠躬至伟的8人团无疑被邀请参加 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 这并不重要 他们只是以股东权益为反抗依据 发起了这场战争 因此大摩业绩上涨就是最终目标 这一目标确实是达到了 2006年 摩根士丹利净收入为339亿美元 增幅26% 平均每股收益为7.09美元 增幅47% 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绩 2005年6月22日 宣布麦进行可能回归的前一天 大摩股价为50.52美元 而2006年11月财政年结束时 大摩股价收于81.42美元 增幅达61.2% 但不要忘记 八人团最开始的诉求 还包括让鲍勃·斯科特 重任大摩总裁 这件事最终化为了泡影 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费 艰难地取得了这场内斗的生理果实 却让格安关火的麦进行 收获了云翁之力 不知道八人团 是否也会有一丝白费功夫的懊恼 作为贵族阶级的象征之一 蓝血曾经代表着崇高的社会地位 是进入特权俱乐部的万能钥匙 不管是犹太民族 非义还是亚义 都曾经被贴上种族标签 视为社会的底层 但如今经过百年抗争 蓝血不再神秘高贵 种族多元化成了新的至高无上的正确法则 犹太人成为了华尔街的主宰 非义也当选了美国总统 即使是自取绅士 贵族的摩根士丹利 也早已向普通人打开大门 尽管旧的阶级和种族壁垒似乎已经消失 但人们依旧热衷于派系斗争 在无数商业故事中 上到高层为了掌握公司控制权 下到部门之间为了争夺资源 内斗戏码无处不在 而摩根长达150年的自我价值观变革史 也不过是人类种族自我斗争的一个主角罢了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创浪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